子女有以下三种习惯,是不孝顺的前兆,父母要给自己留后路,每对父母都希望儿女们能够学有所成,日后能为自己遮风挡雨,很多儿女也历时要努力学习,以后成为父母的参天大树,让他们度过愉快而安乐的晚年。 然而现实残酷,有很多人实现了赡养父母的愿望,但还有太多人只能看着父母独自挣扎,他们的不孝或许源于社会因素,又或者是本身所致,但无论如何都需要父母提早看透,防患于未然,子女有这些习惯,往往是不孝顺的征兆。 希望父母早做打算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毫无规矩,不懂礼数,论语,即使中有个故事,叫过庭讯,一日,孔子站在庭院中,见儿子孔礼低头快步走过,孔子问,学诗了吗?孔礼答,还没有,孔子说,没学诗,你怎么说话? 又一日,孔礼再次遇到站在庭院内的孔子,孔子问,学礼了吗?孔礼答,也还没有。孔子说,不学礼你怎么做人,礼便是规矩,礼数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。 不懂礼数,无以诚人,没有规矩的孩子,比如,上桌仙东快,公共场合大吵大闹,随意高空抛物,不懂尊师进长,从小肆意妄为,不受约束,长大后大概率也是一个三观不正,素质低下的人,无论何时何地,他们都只想着迁就自己,让自己得以逍遥快活。 待人毫无礼数,不顾及他人的死活,也不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,就算是父母面前也不例外,这样的人,对父母自然也没有尊重孝敬之心,更不用说让父母得以安享晚年,更有甚者,还会在日常生活中顶撞父母。 长大后连累父母,让父母为他们的不守规矩买单受罪,如果孩子还小,发现有不守规矩的迹象,一定要严厉教导纠正,否则误人也误己,如果孩子已经成人,而体面命也无用,与其指望他们和颜悦色,孝顺有佳,不如早做准备,提前谋划,毫无担当,不能独立,小窗优寂,有云,不担当,则无今世之事也。 毫无担当的人,连自己都照顾不好,更遑论成就失业,经营家庭,现在很多孩子,从小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庇护下,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,就如同牢笼之中的金丝雀。 既没经过风雨的历练,也没经过社会的垂打,一旦离开学校和家庭的象牙塔,就会手足无措,无法独立自主生活,经济上依靠父母,精神上依赖父母,意识助行,需要别人操心,工作事业无法自己打拼,这样的子女。 即便心中对父母感恩戴德,也是力不从心,肩负不起赡养父母的重任,而他们性格中的懦弱逃避,也会不断促使他们啃老吸血,像是永远断不了奶的孩子,过得浑浑噩噩。 倘若父母身有余力,经济富裕还好,家中尚能一片其乐融融,可父母总有老去的一天。 如果遭受突如其来的风波变故,必然是指望不上,反倒成了累赘,所以,遇到这样的子女,养儿防老,不可靠,趁早认清现实,为自己的养老生活,提前准备后路,才是真正的亲情,毫无感恩,不思报答。 常言道,滴水之恩,永泉相报。 只能感恩,懂得回报,是做人的一种美德,而父母宁愿自己缩衣结实,自己吃苦受累,也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,他们的恩情,比山还高,比海还深,为人子女,更应尝思父母的好,常言报答之心,但有的子女,自私自利。 毫无感恩之心,把父母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,把血缘的牵绊当成是索取的借口,生怕自己要的不够,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,就横尾冷对,大吵大闹,怨恨父母无能。 当父母需要回馈时,要么冷心冷肺,视而不见,要么斤斤计较,生怕自己给的太多,他们共情能力低,没有道德感,感恩心,无法换位思考,不懂将心比心,永远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。 如果说,养出感恩的孩子,是父母最大的福报,那费尽全力,都养不出感恩的孩子,就是父母最大的悲哀,指望这样的儿女孝顺,只会浪费精力,换来伤心。 不如认真善待自己,过好自己的生活,父母和子女是一场双向的奔赴。 作家于华在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中写道,人活一辈子,谁会没病没灾,谁没个三长两短。 遇到倒霉的事,有准备,总比没准备好。聪明人做事,都给自己留后路。 前半生,人要在风雨中历练,到了后半生,求稳才是关键,生命无常,变数已多,给自己留几条后路,便多了几分底气。 健康,是生命的后路,其卤晚报,曾经刊登过这样一份心愿清单。 写这份清单的,是一位身患白血病的中年女性。 对常人而言,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,却是她再也无法完成的医院,没有健康的体魄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 如果说决定人生上半场的是能力和机遇,那么决定下半场的就是健康。 著名财经女作家夜谭,在工作上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,领导要求她每天写一篇文章,她坚持写两到三篇,工作14个小时以上。 后来夜谭成立工作室,入聚新媒体,同时运营五个公众号,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除此以外,她还频繁做嘉宾。 当顾问,做直播来养活工作室,长期昼夜颠倒,超负荷的工作,让她的身体亮起了红灯,可她不顾医生劝阻,转过头又继续忙手上的工作,五十岁的她,最终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。 接受采访时,她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,就是当初没有听医生的话,把健康放在首位。 周国平说,我在物质上的最高奢望就是,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过一种小康的日子。 再大的房子,再好的车子,再高的地位,在生命面前,都是过眼云烟,健康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,储蓄健康是最实惠。 最明智的投资,人生下半场,规律作息,劳逸结合,用健康的生活习惯,把余生的路普长,攒钱,是生活的后路。 舒本华说,如若一个人拥有一笔独立的财产,他应当将其视作堡垒,用来对抗许多可能会遭遇的恶事和不幸。 没有存款的人,生活容错率太低,稍有差池,生活就乱了套。 自媒体人阿和有个朋友,毕业后有一份薪资可观的工作,可他工作十年了,手头居然只有两万块钱积蓄,他从不刻意存钱,凡是只求自己开心,他喜欢到处屡屡,想买什么都会去买。 朋友圈永远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,直到去年年底,他父亲忽然查出癌症,他才彻底清醒过来,手术化疗,吃药都是钱,爸妈搭上了全部积蓄,卖掉了老家的房子,还找亲戚借了十万。 这才勉强熬过来,一张张飞涌,单从冰冷的机器里吐出来,他除了流泪,发现什么也做不了。 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写道,钱是好东西,它能使人不再心慌,并且叫人产生自信。 学会攒钱,才是成年人维持生活最好的远见,小口浅浅的作者赦菲尔。 年轻时就要求自己每个月存下收入的50%,巴菲特还是暴同的时候,便开始给自己定制存钱的计划。 投资支付邓普顿也表示,他做过最明智的决定,就是从结婚起存下每月收入的一部分。 没有钱,就相当于失去了与世界谈判的筹码,意外来临时怎能不焦虑,存钱就是存体面,攒钱就是攒后路,孩子是幸福的后路。 前段时间,我看到两件非常令人唏嘘的事情,生活在广东的老张,每天在工地打工,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,老张心里盘算着。 等儿子长大成人,能自食其力了,他也就能稀一些了,可造化弄人,他偏偏培养出了一个肩不能扛,手不能提的废柴。 儿子读了没几年书,就辍学外出打工了,后来嫌工作太苦太累,索性回到家啃老。 儿子今年25岁,本该奋斗的年纪却每天躲在房间打游戏,连吃饭都要母亲催促好几遍,他才会走出房间,提起儿子。 老两口整日以泪洗面,不知如何是好,相对之下,山东北方的这对夫妻就要幸福得多。 从2021年开始,他们已经在女儿的陪伴下,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他们的女儿很争气,从农村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,毕业以后。 女儿工作也很努力,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,为了报答父母,便带着父母开始全国旅游。 两对夫妻,哪对夫妻后半生的幸福指数会更高,不言而喻。 人民日报刊文说,父母决定孩子前半生的幸福,子女决定父母后半生的幸福。 一个人炫富的方式有千万种,但一个家庭最高级的炫富,就是养出一个优秀懂事的孩子。 把孩子培养成有担当,有责任心的人,是为人父母最大的远见。 教育好孩子,就是投资自己后半生的幸福。 爱人,是老伴的后路。 纪录片,亲爱的,不要跨过那条江,曾感动了无数人。 影片讲述了一对年,近九旬的夫妻,76年来,恩爱如一日的故事。 老了以后,儿女们各自盲目,朋友相继去世,他们彼此陪伴,把晚年生活过了时,出血来临之际,他们一起打血仗,堆血人,跟着老年大学去郊游。 他们喜欢穿情侣装出门,看到美丽的鲜花,会摘下来,待在对方身上。 奶奶胆子小,爷爷每天夜里都陪他上厕所,守在外面唱歌,给他壮胆。 奶奶生病了,去医院打针时怕疼,爷爷就陪在一旁,紧紧把他揽入怀中,爷爷哮喘发作的时候,奶奶会立即起身为他倒水,将故事哄得开心。 爷爷晚上睡觉,不喜欢关灯,奶奶也毫无怨言,迁就了他几十年,很喜欢一句话。 我不羡慕街角拥本的情侣,我只羡慕牵手散步的老人,时间最浪漫的是,莫过于少年夫妻老来伴,老伴,老伴,就是老了有个伴,当你垂垂老矣。 子女们有自己的小家要顾,不可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尽孝,守在你身边嘘寒问暖的,只有伴侣。 如果说,婚姻是一场合作,最聪明的投资,就是善待伴侣,你对伴侣的好,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,珍惜伴侣,善待伴侣,是感情世界里的最佳后路,善良,是福气的后路。 爱莫生说,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,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,同时也帮助了自己。 这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好运,所有的福报,都源于过往积累的善良。 杨将先生在《我们仨》中,讲过一段往事,女儿前院,在北市大教书市,闲暇时间便主动帮家里有事的同事待客。 学校保洁,司机的孩子学业上碰到难题,她也会一一指导,有一年冬天的深夜,前中书哮喘发作,生命岌岌可危,前院联系到学校司机, 司机听说她遇到了难处,二话不说便冒雪驱车赶来。 其他同事听说以后,也纷纷帮忙联系医院的熟人,给钱中书安排病房,在大家的帮助下,钱中书这才转位为安。 谁也想不到,钱源当年的仗义相助,竟然在数年后,让父亲捡回了一条命。 索罗说,善良是唯一永远不会失败的投资,种善缘,才能得善果。 就像那个奋不顾身跳桥救人的外卖员,不仅收获了大家的赞赏,还圆了自己的大学梦。 就像那个挺着运渡,借助坠楼男童的最美妈妈,靠大家的热情捐助,凑齐了自己女儿的手术费。 你怎样对待世界,世界就怎样反馈你,你如何对待别人,别人就如何回应你,世界是圆的,你做过的好事,总有一天会回到你身上,选择了善良,就是给自己的人生留了条后路。 一位哲人说过,学习用左手剪指甲,因为你的右手未必永远管用,人人都希望岁月尽好,可现实往往是大将奔流,可怕的不是突然的变故,而是遭遇变故之后,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,再好的车也需要备胎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爆胎。 人生亦是如此,凡是做两手准备,多一条退路,生活便少一分风险,多一种可能。